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09年7月5日 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瓦兹区东突厥斯坦首府乌鲁木齐 对维瓦人进行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种族大屠杀 今天,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维瓦人 以各种形式在各自所在国家中国领事馆前及联合国一会前 高举东突厥斯坦旗帜、标语、高喊口号 正在进行对中共政府抗议示威游行活动 沉痛调念遇害者,并进行真诚的祈祷 中共政府在哈萨克斯坦不但扩大业务范围 及出台了不利于哈萨克斯坦民众的相关政策 惹怒了哈萨克斯坦民众 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 哈萨克斯坦民众为了报复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 中国公司大部分工人被吓坏逃回了中国 根据中国援助网报道 维瓦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送入去极丹化教育中心 或积压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 唯有等到考试合格方能释放 考试分三个步骤 首先被分配到严管班学习 经考试合格才可调到普通班 在经过一轮考试后 合格者被分配到所谓宽松班 考试禁止使用母语 必须用汉语答题 要背诵去年年初推出并强制落实的 非法宗教活动的26种表现细则等等 叙利亚政府呼吁 因战争和恐怖组织行为 而离开叙利亚的人民应该尽快返回自己的家园 因为该国已清除恐怖组织 结束了战争 乌斯别克斯坦总统密切尔约耶夫签署了一项 关于促进外国公民进入乌斯别克斯坦措施的决议 从7月15日起 乌斯别克斯坦机场到第三国的101名公民 在这个国家获得了5天没有签证的公民身份 在这个国家获得了1个人的决定